以往科幻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大气操纵,也许将不再是幻想。 近日,中国天河工程专用火箭和卫星,正式签署了研发合同,将由航星科技集团开始实质性的研发阶段,而天河工程作为承载了一代科学家梦想的宏伟工程。 一旦实现,就可通过大气环流,将拿到充沛的水汽掉到北方,并形成有效降水,极大的缓解北方干旱,南方多老的局面,并且通过研究民用大气操控技术,还可以在其他特殊领域形成技术积累,为进一步的扩展研究大厦基础。 构想中的天河工程,将在位于秦藏高原的三江园,开展验证性实验,因为三江园跪据了长江,黄河和蓝沧江的源头汇水流域,特别是,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温水林就位于此。 通过在黄河,长江两河流域接来验证大气云水资源搬运,是非常适宜的,本身长江流域的降水,大多,是来自于印度季风,带来的西南暖湿气流。 而天河工程就是试图运用人工干预技术,使得在长江流域产生大量降水的这股暖湿气流流,能够将云水资源保持住,一直到深入西北地区之后,再产生降水。 这样就可为中国极度干旱的西北地区,带来足够的地表降水,实现天津百南水北调。 而近日启动的天河工程,新建研发项目,就是为天河工程提供天机保障,因为要想通过大气、操控,来搬运云水资源。 首要的条件就是对验证地区的大气及云层的流动,云水含量的变化,有时时精准的监控,而新建项目正将为此提供数据支持。 该项目希望在2022年,能够形成六颗卫星的实时监控网络,对三江源地区提供一小时重访监控能力,将为天河工程提供数据支撑能力。 天河工程的构想虽好,但是否能实现还是要打个问号的,毕竟要想实现大范围的云水资源满运,就目前而言,在全世界都是难题,甚至小范围的人工降雨。 增与作业的理论研究都还未完善,美国,以色列在这方面,也有过较深入的研究,但都没有可以实际应用的研究成果。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,这个研究还是有着特殊意义的,毕竟近几年。 中国北方干旱,河流干涸的现象致意严重,而通过地表进行南水北较工程耗资巨大,且并不能改善北方的缺水现实。 因此启动纠合工程的构想研究,还是很有必要的。 启动纠合工程的构想研究,对如何解决中国南北水资源分布极度不均,提供了新的思路。 而更重要的是,对人工大气控制的相关研究,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尖端技术工程之一。 我们也是要对此有相应的基础研究积累,毕竟相对于互联网技术,共享技术,这样的研究才是国之根本。 对此你怎么看? 欢迎留言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